马航如果用的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那坐标位置早就被确定了 9年前马航MH370凭空消失 9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开庭 当年马航MH370事件是震惊全世界 因为谁也没有想到 近百米长的庞然大物在消息如此发达的现代 居然无端的消失在了三个国家的雷达网当中 至今连黑匣子都没有找到 真凶就可能一直逍遥把败 受害者却连说理都没出说 没有得到任何的交代 不得不对着镜头搞喊 其实当年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干预 甚至挽救这场悲剧的 但是却被硬生生的耽误了 因为就在马航开庭消息传出来的前几天 咱们的北斗系统也在审查了整整13年之后 终于正式的加入了国际民航组织ICAO标准 也成了全球民航通用的导航系统 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跟美国的GPS系统平起平坐 用北斗卫星系统副总工程师谭树森的话说 马航如果用的是咱们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那坐标位置早就被确定了 最令人难受的是 北斗系统提出ICAO申请是2010年 2012年就已经是覆盖了亚太 如果说北斗早一点用在民航上 2014年的马航MH370事件或许早已水落石出 甚至晚就有更多的生命 因为当年马航上用的是GPS定位 飞机只能够被动的接受卫星信号 遭遇事故就只能够等待GPS信号来搜寻 搜不到就没有半点的办法 而北斗卫星导航采用的是独门的双向定位报告 飞机能够随时主动的向卫星系统发出消息 遇到问题马上就能够联系 只可惜悲剧发生的时候 全球航班上唯一能用的定位系统 只有独霸天下的GPS 北斗还处于打压中 1983年 美国宣布将会在军用GPS系统当中开放民用信号 人类大踏步的进入到了卫星导航时代 连各国军队也得依赖GPS定位 全球都开始享用美国系统的便利 但是也埋下了一家独大的危机 1991年海湾战争 美国提前关闭了GPS信号 伊拉克的百万大军系统失灵 阵脚大乱 在摸下中被手持GPS的美军精准定位摧毁 震惊了几千公里外的中国人 1993年 爆发了让中国外交官连喊17个窝囊的银河号事件 无端被扣押搜查的中国货轮背后 据传也有GPS的干预在倒轨 终于在1994年 我们启动了北斗一号系统工程 准备奋起直追 一血前耻 可是由于起步太晚 导航卫星信号的黄金频道 大多都被美速占用 中国手上仅剩的一点波段权限 还会在2007年过期 甚至在2000年全球无线电大会上 被美国点名要求取消 所以北斗研发只能够拼尽全力 跟吃尖再跑 为了尽可能的争取盟友 北斗选择跟欧洲价值系统合作 可是就在支付了数千万欧元之后 欧洲却用各种借口百般推诿 不给资料不分享技术 白名了就是要白嫖自己 不得已之下北斗二号系统甩开欧洲毅然上马 最终抢在了2007年黄金频段失效之前 获得了国际电联的认可 一个真正能够挑战GPS的新系统逐渐成熟 2008年汶川地震 空降15勇士就是背着北斗接收机 帮助通信中断的灾区建立了跟外界的联系 2018年9月 北斗短报文还帮助一架在新疆某地试连的飞机 快速的发送定位坐标 让机组人员全部平安获救 也正是因为能够挑战GPS的地位 导致北斗进入民航系统的程序长期的被严审 这一期间的GPS却一次次的出洋下 比如说2019年 我国的中南华东东北等地区陆续反映上百架航班 因为GPS信号异常导致延误或者是取消 2020年 北斗系统发射了55颗卫星 提前完成全球组网 从此以后 不仅海陆空能够用上最安全的本国导航系统 就连一部几千块钱的国产手机 都可以接收北斗信号 使用北斗通信 功能精度可靠性 已经超越了GPS系统 如今拿下了全球的民航市场 这就意味着北斗系统已经成了GPS最有利 甚至是唯一的竞争者 连曾经百般阻挠北斗的欧洲 都选择了和北斗合作 否则在全球智能化时代的竞争当中 只会寸步难行 反观自言定位导航系统停滞 一直没有摆脱GPS依赖的俄罗斯 如今打仗飞行员 也只能够靠手写地图导航 突击队甚至要自费买民用GPS 等于说把自己的命交在了别人手上 从马航事件到战争前线 从大国的国运到小民确信 全球导航系统的竞争 裹挟着每一个人 求人不如求己 当北斗打入全球民航系统 从此以后有咱们中国人的地方 再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被切断定位信号 更不会有航班飞着飞着就失踪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沦为茫茫大海上永远的谜题 这一天我们等了整整30年 关注小瑶 知性理性更懂人性